我真的沒有想到有生之年竟然給我等到了 Google手機正式進來美麗的 Google Pixel 9 4 還要是XL版本 不要講這樣我直接給你拍照 我是覺得它這盒子是有點特別的 因為它這個是用了那種在循環的紙質去做的 所以它上面有一點顆粒感 而且我聽說它不同顏色的手機 所以配上不同顏色的盒子 那我這一個就是陶瓷白的版本 它其實還有綠色 還有一個粉紅色還有黑色 Woo 哇 好直白 那盒子裡面呢其實就只有說明書 一個Type-C cable 然後就沒有了 就是說充電頭你們是要自己買的 環保啊嗎 就講說那種華為啊 Honor啊 Volume OPPO他們不環保啊 他們不環保但是它對我好 整個手機的設計 其實我第一眼看我就覺得它非常的Google 為什麼 可能它的手機上面就有一個大大的橘子 我就覺得很Google的樣子 然後它這次的設計呢就是這邊是一個霧面 然後旁邊呢配上一個亮面的金屬拋光邊框 所以它整個是一個很鮮明的對比 霧面亮面 霧面亮面 那霧面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防指紋 那亮面的好處就是什麼 防滑 所以就是聰明 那上面這邊呢它是一個鏡頭模組一整排的 但是我覺得有點凸 所以當我屏放在桌子的時候哦 它就會形成斜坡的樣子 屏幕上面呢是一個6.8吋20比9比例的 然後它是一個四邊等框的一個邊框 如果我只看正面 跟我看側面的話 Hi iPhone 它不只旁邊像哦 它是手感都很像 然後我們也一起拿到了這個Pixel 9 Pro的原廠手機殼 它也是用著這個再循環的紙質 整個包括這個跟裡面的紙 所以就是我把它拿出來了之後 我這一整set 全部都可以拿去回手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殼的手感是很好 它是有一點硬 但是又不會太硬的那種感覺 然後裡面也是毛茸茸的 整個給我的感覺就很像Apple的那個MagSafe殼 ok 外型講完了 現在就到配置了 處理器上面呢 這次它用的就是Google自家 專門為了Pixel而打造的 叫做Tensor G4的處理器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可以更快 更有效率的去處理一些AI上面的暈算 比如說圖片識別啊 語音助手啊 還有很多很多AI功能 這一次它都是有的 但是這一部分呢 我後面再講到鏡頭方面了 這一次我覺得它的鏡頭的配置 還是算蠻頂的 你們看到嗎 裡面有兩個圓的 一個四方形的 四方形的那個就是潛望式長焦鏡頭 那三顆鏡頭裡面呢 分別就是有一個50MP的主攝 48MP的廣角 還有一個48MP的長焦 然後主攝跟長焦呢 都是有OIS加EIS的防抖加持 拍照部分 聽說這一次 Google Pixel 9 Pro XL主打的 就是夜拍啦 然後Google的人呢 千叮萬組 我一定一定要去Test它們的Night Mode 所以我就直接拿去Night Shot啦 可以看到呢 就算在一堆暖燈下拍出來的照片 整體都不會太黃 反而燈光處理的很自然 而且光影部分呢也表現不錯 它沒有過度的曝光 整體色調我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 就是 朴實無華 它不像 ZEISS 阿萊克 或者是 Hazerblood合作的那種手機平台 Google Pixel 從我第一天認識它到現在 都是秉持著沒有過多的顏色調教 拍出來的照片哦 屬於一片自然 不加味精的感覺 然後 這一次 Google Pixel 9系列呢 也是有很多AI功能 我這覺得 滿推一下的 我自己整理了幾個 我自己特別喜歡的 第一個功能 很像iPhone的Siri 它叫做 Gemini Live How's weather today? 現在真的是Thunderstorm Give me 3 days of itinerary to Penang 3 day itinerary for Penang Georgetown's Unsicou World Heritage Site 第二個功能叫做 Add me 它是給不能入鏡的人 可以一起合照 的一個功能 超特別啊 這個功能 我直接給你們看 首先打開相機 然後你就選擇Add me 然後這時候 比如說 阿肯先拍可恩 然後我就旁邊留一個位置給阿肯 拍好過後 就和阿肯進去拍 就合成了一張照片了 我們就同框了 是不是很神耶 以後去旅行啊 或者是團體照 你就不用自拍 然後或者是 拍不到攝影師了 你很像Green Screen上去耶 真的 本來是這樣 本來是這樣 加起來就變成這樣 我覺得是他的AI 覺得你應該要有光 是帶光芒的男人 第三個叫做Magic Editor 它的功能呢 就是把一張照片 變成無數張照片 OK 像我現在選一張照片 比如我按Edit 然後左下角有一個 Magic Editor的一個logo 點一下 然後進來這個頁面 中間有一個魔法棒的樣子 我們點一下 然後按Auto Frame 那時候他就會開始做工 他就把我這張照片 Crop成不同樣子的照片 看到嗎 第一張照片 是有elbow了 對 他就是把我本來覺得 我很type的一個照片 直接把它放大了 然後他把旁邊邊邊 我本來沒有拍到的位置 填補他用AI 很真耶 他旁邊後面的草啊 木啊 你看那種線條的位置 他都是對的 然後第二張 他就把它Crop成更靠近 然後第三張 稍稍的拉長不了 哦 是我 然後第四張就變成直屏 從橫的變直的 然後他還有一個功能叫做 Re-Imagine 就是把我們不要的位置 比如說我不要這個木板啊 我不要這個木板條 換成我想要的樣子 比如說我要天空 這個OK耶 好像在那個牆壁打卡的樣 有時候也是會fail啦 第四個叫做 Audio Magic Eraser 對 他就是把我們拍好的影片 他可以選擇哪一個音頻 然後再做調整 Hi 現在在下著雨啊 然後等下我們的晚餐 你要吃什麼 三個啊 要吃八個爹嗎 OK啊八個爹我要喔 OK啦 這樣我們打吃八個爹 三個十塊 不要 OK拍好了之後 現在我們按Edit 然後再按Audio 然後按Audio Eraser 這時候他就開始去分辨 這一個影片裡面 到底有多少個聲音 OK他就分出了兩個聲音 這個應該是我的 Hi 今天我們現在下著雨 OK Speaker 2就是阿肯的 然後我現在把阿肯的聲音消掉 完全變零 Hi 今天我們現在下著雨 等下打算晚餐去吃八個爹 你要吃八個爹嗎 哇 我的聲音耶 沒有聲音喔 我要買 我現在跟誰講話 哇這個沒有人講話 我現在跟誰講話 我現在跟誰講話 或者把我的聲音關掉 我沒有聲音喔 我沒有聲音喔 哎唷哎唷 美女來買嘛 三個十塊 只有你一個人講話嗎 哈哈哈哈 我們跟誰講話 第五個功能呢 叫做Video Boost 因為Pixel 9 Series 都是可以拍到最遠20倍嘛 可是當我們一開20倍 整個畫面就變得很猛了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用Video Boost功能 開了這個功能之後呢 就會變得很清晰 因為它透過AI的功能把整個的畫質 還有亮度 清晰度都做了一段的調整 你看下那個差別 但是這個功能要等很久 只是單單等它 Boosting喔 都等了兩個鐘 哈哈 第六個功能叫做Pixel Screenshot 這個真的很好用 就是平時喔 我們screenshot了很多東西 有的沒的全部東西都screenshot 然後忘記了 又在screenshot的一次 反正就是screenshot罷了嘛 然後我們一直做下去 它就越來越多重複的東西 但是它就可以幫我們整理好 比如說這一張照片 我們screenshot了之後 然後再回去打開Screenshot App 這邊呢它就好像一個相冊這樣子 然後你跟每個screenshot點進去喔 它都會有資料的看到嗎 而且每個screenshot都可以自己加Rima 比如說 iPhone Tower 然後寫好了之後呢 下面這邊有一個search bar 然後我們自己search iPhone Tower 它就會出來了咯 然後所以我們接下來每一次screenshot 它都可以很整齊的幫我們整理好 除了找東西之外呢 其實還是可以透過這個screenshot 去回那個網站 比如說這一張照片 然後網站點一下 它就會直接跳去這個頁面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第七個AI功能叫做Pixel Studio 就是平時我們看的那種文身圖 OK 按進去Pixel Studio裡面 然後我們按Create 然後我們這邊就可以寫你想要寫的東西 比如說Pikachu Eating Ice Cream Fall Down OK 它是做了一個Pikachu吃Ace Cream 但是它沒有跌倒 它還可以換成不同的形態 喔 真的Fall Down了喔 就是可以換成不同的 好像Sketch啊 Cinematic啊 Anime啊 Sticker啊等等都可以 好啦這幾個就是我個人覺得 比較有趣好玩的一些AI功能 反正我覺得這一次喔 Google Pixel 9 做的AI功能喔 有點像是根據整個行業的發展 然後它特別做出幾個比較有用 更加符合我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些AI功能 比如說像是 Admi啊 或者是 Audio Eraser啊 好像文身圖啊這些都是 別的手機比較少有 但是它有的一些AI功能 那既然Android都是源自於Google 但Google還有了這些AI功能 是不是也代表說 以後Android手機也會跟上呢 好啦 最後就是配置了啦 這一台Pixel 9 Pro XL 它是16GB加最高有1TB的版本 然後它的電池是5060毫安 然後防水上面就是IP68的防水防塵級別啦 然後價錢上面是5699起 這價錢你們覺得咧 你們會不會考慮六手咧 要不會咧 可以留言告訴我